2024天下城市治理卓越奖 高雄市以一座首奖 还有四座的优选亮眼成绩 荣获了2024年度卓越城市 另外也拿下了永续幸福城市第一 成为双料冠军 陈琦白市长感谢市民将继续打拼 同时高雄市五局处获奖的成绩亮眼 其中静岭转型有成 环保局获得了环保组的首奖 财政局获得了经济成长组的开创甲 接下年度卓越城市大奖 高雄市长陈琦白表情 展露出满满喜悦与成就感 这次高雄市以一座首奖 四座优选亮眼成绩 全国唯一之资夺得2024年度卓越城市 更蝉联永续幸福城市第一殊荣 我们高雄市是全台湾甚至是政府机构 首创是以培育净零人才 成立碳教育平台 以及推动减碳负碳技术的产业大联盟 静岭碳也不能遗落掉任何人 也不能让这些传产像钢铁石化业 在转型的过程里面 而造成他们的一些重大的危机 四座优选包含高雄市环保局获得环境保护组首奖 金发局及观光局获得经济成长组优选 独房局获得社会进步组优选 财政局则是获得经济成长组开创奖 我们作为全国一个首发的一个绿色债券来讲 其实我们就是整合了整合了整个资源 第一个我们不增加债务 而且把这个节省的利息 我们运用在我们的一个公债的一个市政的建设上面 贵买中心我们也申请已经核准了135亿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来努力 我们也希望借由我们高雄之将首发的一个绿色债券 让我们把它扩大到21个县市 高雄市府首创绿债 迈向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永续的目标 要力拼两年减碳383万吨 颁奖现场各局处长官领奖同时 市长陈其迈也一同上台一起分享喜悦殊荣 这次获得永续幸福卓越城市双料冠军 市长陈其迈表示会持续打拼 续创高雄光荣感 记者综合报道